那我們一一層就準備開始 各位CostCub的小夥伴們大家好 那我今天的講題比較貼近中的難度 可能會需要有一些背景 可是我會試著讓大家不要睡著 要理解我們所謂做 因為我們這邊專注的都是比較在 比較不是application level 而是比較底層的技術嘛 做infra的 那我們要很努力讓Ethereum 甚至讓整個blockchain可以回歸初衷 讓那些實驗性抓感 讓那些可以真正讓人類變得更好抓 人家生產發展的誇大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去 因為他就是一個實驗場去探索這些 治理的啊 像是平方投票法 或者是之類的 一些可能性 然後讓區塊鏈不再只是那個 大家挖礦大家足利 雖然說足利沒什麼不好的 足利是讓整個生態系 變得健全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我們畢竟還是希望他能夠 真的有一些 讓人 讓人眼睛 讓人覺得很有興趣 很有意義的東西嘛對不對 那所以考慮到今天 考慮到今天我們的 有些人他沒有相關的區塊背景 那我想在這裡做個簡單的調查一下 確定一下我要講多深 有寫過超過10小時 Solidity 或者是其他區塊語言的人請舉手 所以大概是一半 大概比一半少一點點 這樣子 好 OK那我今天可能會 淺的一半 深的一半這樣子 那我不會往太深的數學去想 因為我想在場大家聽到數學會睡著 我會在脈絡上給各位科普一下 希望透過爸爸補充一些東西之後 大家能夠很順的脈絡知道 什麼叫信任啊 L2啊 ZK啊然後才到今天的ZKEVM 然後大家就能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麼多層的抽象化 又要做密碼全靈知識證明 然後又要做 Esserian虛擬劑 然後Esserian虛擬劑 跟ZK密碼全靈知識證明 給他合在一起 大家才會知道他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而不是我們就要 然後就包這麼多層 然後沒什麼意義這樣子 所以好 那我今天就來先做個比例 先從信任開始 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 有聽過 大家都聽過ZPN嘛 那有聽過ZeroTrust這個名詞嗎 有些做IT做MIS的人 可能有聽 做資產可能有聽過 那ZeroTrust他是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我們一般傳統來講 我們VPN 你可能在家工作的時候 像之前現在一起嘛對不對 你連回去了之後 那你可能就會發現說 我在內網自己的Staging Environment 我其實不太有去做設防 而且我有時候IDPW 我就一邊連過去之後 我就可能直接寫在Docker file 或者是寫在Linux Rule Directory底下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Google Doc 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一個 不太設防的狀態 那相對而言 所謂ZeroTrust 就是我們會用 我不是很確定實作 所以請各位到那邊小力一點 實際上他會用一些類似AI模型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行為偵測 在你連 不只是連回內網之後 驗證完一次身分動就不打 而是每一次 你每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他都希望去驗證說 你做這個動作 是相對於低風險的 你真的是你本人 而不是怎樣之類的 那這就是兩個的差別 在信任上差別的概念 一個說 我驗證過你一次之後 我就相信你 然後就放你去亂搞 第二個是我每一步都要驗證你 就是我們所謂 最嚴格的信任跟驗證 跟全線控制這樣子 某種意義上來講 你把它放在區塊裡面上 我們都會說 我們要挖礦挖礦 我們信任那個 hashing algorithm 我們要信任信任 可是我們信任的其實 比較偏下面這一個東西 而不是說偏上面這個東西 我們信任是密碼學 我們信任是簽章 我們信任是演算法 在EVM的state transition 每一步的 transition 第一步對 第二步對 第三步對 所以三步加起來一定都對 我們信任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是每一步都會去驗證的 那當然也是會有一些比較 你不能說 比較經濟學層面上的信任 你像是賽局理論下的均衡解之類的 你不會說那個是密碼學上180的信任 可是可以說 像Ethereum 我們過了這麼久 你現在還是不會看到 有什麼國家 什麼機構覺得說 我財大技術 我就說要好幾百億美元 把你的區塊弄掉 然後用51%攻擊 沒有這樣的 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存在 因為這部分就是 區塊 consensus的 經濟學的部分發揮作用這樣的 那這是信任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所謂的L2 就是layer2 第二層的重點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今天重點是要知道 為什麼區塊要一層包一層包一層 對不對 就是把這樣的信任奠基在所謂 今天早上有聽那個 陳廠吳教授講話的人應該有知道 我們把所謂的信任 放在L1這一層上面 就是所謂的共識層 像現在Ethereum 我們相信他從 糟糕 Ethereum是2011幾年的 我們相信他從以前到現在 他的穩定性 他的共識機構 他夠大 這樣講也不清楚 他的夠大不會倒 所以我們希望他再出塊 再產塊 他的密碼圈安全基礎 是奠基於L1的 但是這樣我們就會卡啦 我們就會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東西 都很好計算資源 我們先退後1萬步好了 我們假設現在 現在以太坊上面的產生區塊 已經不再是用POW 已經不再是用挖礦 我們假設他已經是用那個 Proof of State 就是你要丟錢進去 然後 你用你的錢維護一個 你維護一個自己的validator node 然後確保他 確保你自己傳出來的東西 是有integrity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自己 你自己有錢在裡面嗎 你有誘因在裡面 你就不會比較想去破壞他 但我們退後1百步之後 我們要把 共識層的東西跟 執行層的東西分開 把執行層某種意義上 你可以像是outsourcing 我們平常mobile 我們是sync client 那我們就要把比較計算 需要計算部分 outsource到 另外一層 outsource到可能雲端 或者是到我們這所謂的 Layer 2上面 透過這樣子的expression 那我們就可以 想辦法 想辦法去 某種意義上講是by pass 是暫時解 讓Ethereum的執行層 能夠不要再塞車 能夠不要被 能夠變得比較順暢這樣子 那 這麼做的好處就是 因為Ethereum的L1 發展時間悠久 發展時間悠久 你各位有一些在公司 大公司待久應該知道 公司社群會有所謂的 inertia 會有所謂的慣性 如果你這個慣性 你久了的時候 你的慣性就會變得 讓整個東西往前滾 你要推動他變方向 他可能是很困 他可能是相對比較困難的一件事 對Ethereum L1而言 他也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我們都會說 Ethereum 2.0 Ethereum 2.0 Ethereum 2.0 我們不要挖礦了 我們改用POS 大家應該從2019 2018 一路線到現在對不對 那最新的進度是說 我們the merge 是今年大概8月9月 那會不會上呢 下面應該有一些 以太坊基地會的成員 我就不說是誰了 會不會上 我也不知道 對 可是因為那些 你不能說 我們比較聰明 我們是以太坊基地會的成員 我們高高 我們沒有經濟 我們不會因為自己人 基金利益來讓推動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已經發財 你可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跟社群說跟 礦工說 我們弄這個是對你好的 我就給你推下去 這樣對嗎 這樣不對嗎 這一方面不符合我們看社群的租通 一方面 這本來就不是區塊鏈 你在做區塊鏈最原始人 應該有的態度 我們應該講究的是社群的共識 共同的共識 而不是去應推 那這樣反過來說 是不是溝通成本 就好像這裡所有其他的trap 大家是不是都在溝通說 我們什麼東西要開放 我們在跟政府喬 我們在跟醫療機構喬 我們在跟其他產自料單位喬 要想辦法有個共識對不對 那Ethernet L1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的進度才那麼緩慢 可是進度這麼緩慢 不代表我們工程師 不能夠利用抽象化這件事情 把最需要我們改善的地方 也就是執行成效率 把抽象化出來 好那講到這邊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用L2了 那這裡我簡單一下提一下 Etherium在未來的改動 因為其實明天也會講 今天長也會講 可是為了大家賣錄清楚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這一張圖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在用語上面 會有一個改變 我們以前都說 Etherium 2.0 2.0 那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改動 可是其實2.0 2.0 他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說法 就像Windows 10 Windows 11 有差啊沒差啊 所以我們應該用更實際的方式來講 我們外面這一層叫做 我們外面這一層叫做共識層 那共識層就是所謂的Etherium L1 最安全的那一層 因為說它最安全的 而是它是Battle Testing 低落時間考驗的那一層 那我們就會相信這一層 它的狀態的轉換 它的慘快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們把最難處理的 實際上需要運算的那個部分 他們在裡面寫的一些像House Storage 或者是把它當作我們發動牌電腦來計算工程 把它外包到Etherium layer 那就是Etherium現在的發展狀況那樣 那這一張是從Reddit上某個用戶化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變得更 它變得更精細了 執行層 共識層 那變成House Storage 你剛才已經常講過了 我就不再對數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 這個部分 Roll Up Roll Up層 Roll Up層它到之後 我們這位叫它 某種意義上來講 你可以不用被關鍵字給迷惑行層 你看到DK Roll Up 它可以是什麼Optimity Roll Up 可以是什麼Layer 2 可以是什麼DK EDM 可以什麼DK EDM 可以是Pock Dock 這些有的沒的關鍵字 其實也不是因為他們 好啦 其實用50%是因為他們要行銷問題 但是剩下50%其實都只是因為 大家在實作上 角色上是相同的 只是因為大家在實作上 想要盡可能的 讓這個部分被獨立出來之後 能夠盡量的保存 除了DK EDM 它原本有的那些安全性 它的好處 然後對開發者 也能夠比較順利的移過去 因為你只是想想 直接在L1上面執行 跟移到Cross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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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努力讓它變得 比較不會這麼麻煩 那等一下會有一張圖 告訴大家 麻煩程度 目前的關鍵是 哪些組 哪些定 哪些project 然後問它麻煩程度的差別 這樣子 那給大家一個小小 spoiler DK EDM 是目前由以太坊 必須會的P Parracy and Security PSD Parracy and Security Exploration Team 他們在主推了一個 DK EDM的標準 那這目前對開發者的演員 因為大家應該有一個開發者嘛 所以我們都把DK 移動過去這個選擇 可是當然我們都說它是有好處 它一定有壞處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 好處跟壞處在哪邊這樣子 那 我簡單講一下 我們剛才提到信任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都說 我們要移到L2 那我們為什麼 憑什麼要相信L2 它幫我們把 合約 合約裡面那些耗能的計算送完的 那幫我們把狀態轉換送完 我們憑什麼要相信它的狀態轉換是正確的呢 如果狀態轉換不是正確 那是不是就出事了對不對 所以trust no one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這麼做的話 我們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我們用所謂的零知識證明 或是所謂的計算完整性證明 在數學的部分就跳過 我想辦法舉個例子 告訴大家什麼叫做零知識證明 什麼叫密碼學完整性證明 computational integrity proof 這是很簡單的方程式喔 f of x等於y對不對 那 某種意義上來講 我今天想要用 我用手機 我用個syncline 我想要得出y的一個結果 可是f of f of這個formular太難算了 那x可能是由我提供的 那我今天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這是某篇paper裡面提的 他說我今天可能要報稅 我要報稅的時候 我的報稅的 報稅認識本身就是f of那個東西 那x是我的稅額資料 稅額資料由我提供 那由那個政府提供 什麼有的沒的東西對不對 那你還會有一些自己輸入的值 他可能包在在s裡面 s1,s2 那如果今天政府要求你 因為他不可能租一大堆零端伺服器 那邊給他算嘛對不對 你也不會想像這種結果 他把f of 傳給你 然後他把s傳給你 你在輸入部分的x 那你把y回答給政府 請問政府除了用比較行政性的 比較人質的 現實生物的手段 來確保你不會敲詐之外 他要怎麼確認 你有乖乖的把f of x這個方程式算完對不對 那其實很困 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需要利用密碼學 你就需要密碼學 利用所謂的零知識聲明 計算完整性證明 來證明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我 我的確在 我在t步之內 把 我在t步之內把f of 這個formula算完的 而且我的input是x跟sy 一些是政府給我的 一些是我自己的input 然後我算出來的東西 是y 我把y給你 那我不能只把y給你 因為y是你要的結果 可是y並沒有證明我的f of x 我真的有把它算過 我們今天在跑虛擬機的時候 會有 會有execution 會有一些trace對不對 今天我們所謂的計算文等級證明 就是要對那些trace 一步一步的去做 數學的magic 密碼學的magic 然後把那些一步步算完之後 我可以出來一個證明 叫做pi 那這pi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 我用比較簡化的想法 比較想把它想成是一個simulator 一個模擬器 今天收到這個pi的證補機關 他就可以一直拿問題去問你 問你這個pi 問你說 他說f of x等於y 那他到底算哪一步 第一步他有算嗎 第二步他有算嗎 第三步他有算嗎 為什麼第三步結果是這個 他真的是這樣嗎 一步一步去問了之後 我們會發現在數學上 某種意義上來講 跟你現在的 你現在為什麼會相信網路銀行 是一樣的道理 每一步他都告訴我們 用現在的數學 用現在的計算複雜度理論 他都告訴你 好 這個證明在你沒有知道 沒有把這每一步算完 而且你沒有知道你自己x的情況下 你是不可能造假的 或者那個造假幾率是天文學概率的低 然後就會知道 好 那這個人的確是算完了 那這個過程的步驟 這個我們叫他 這個過程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也就是說 你在產生這個證明的時候 你在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需要的算力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是大到那一種 你產生證明 你可能把很多筆交易打包成一筆 他可能需要30G或者是40G的RAM 就是這麼離譜的狀況 可是你實際上你要驗證的時候 對國稅及最單位而言 他可能只需要0.5秒或者是30秒 這樣的時間來驗算 所以他就成功達成了 我們想要的一個目的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剛才是不是要提出 一 我們要相信誰 第二個零知識證明到底證明了什麼 第三個我們在Ethereum L1 跟Ethereum L2 我們要把運算比較重的東西丟給L2 然後L1效率變輕 那我們是就可以透過零知識證明 這個獨立於區塊鏈存在 而且已經存在了很久的東西 來拼湊達成出我們想要的性質 也就是說 把L1的計算外包給L2 同時又可以完全相信 基本上完全相信L2傳回來給你的 數值是正確的 也就是他有把那些State Transition 全部排完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利用 所謂的零知識證明 也就是在嚴格上來講 這裡沒有零知識的選項 要零知識的話 你要稍微加一些料 他比較像是計算完整性證明 就是我說的 像Gast Client 他要把那些計算全部跑過 然後去證明他的Extribution Trace 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那我講話速度是有點快 因為東西它有點多 那我想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問題 要問多簡單的問題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今天的目標是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區塊鏈這樣一層又包一層 到底他為什麼要包 而不是只是為了包而包 或者只是為了吸引VC而包這樣 有同學覺得有問題的嗎 可以說看沒關係 好 那都沒問題 真的確定 確定那我要 不會有數學啊 不用害怕 那我繼續長下去囉 真的沒問題喔 你有問題的話 其他一定也有問題啊 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比較tricky的一件事情就是 運算CI嘛 computational proof 跟零知識證明嗎 他其實不是魔術 他沒有辦法很簡單的把所有運算 都變成可以證明的那個f of x 把合約邏輯的執行過程變成f of x 這有個數學方式 我們叫做 arismatization 我們叫他做運算化 常見的工具有 大家可以記下關鍵字 常見工具有像CIRCOM 有像CIRCOM 這樣子的零知識證明用的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所謂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就是 專門為了這個用途而開發的一個語言 CIRCOM 大家可以嘗一下 那他要做所謂的constraint programming 所謂的限制constraint 限制限制運算 這個詞本來是計算複雜度理論來的 他就是要告訴你 他的目標就是要想辦法把 原本你的高階邏輯 想辦法把它變成 可以我剛剛有說simulator 可以可以那個 產生出那個證明的一個 東西然後又能夠有正確的安全假設 讓他確認 那個產那個幫你運算這個東西的人 他沒有辦法造假他的結構 如果他沒有算的話 沒有辦法造假 如果有算的話他就一定有算這樣子 那你在看比較早期的ZK Rollup 所以稍微 你不能說插題 稍微講一下 講一下歷史 就是大家應該會有印象 如果有在關注 都會注意到早期的ZK Rollup 他比較就是針對 單一的幣或者是單一的token 或者是單一的 ERCE 20 ERCE 721 他只能 單攻的去轉帳 他不能夠說 我今天弄一個零知識證明 好萬事大吉 所有東西都能轉 那這可能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 你要 手動的去寫 那所謂的 Constraint circuit NP語言把它轉過來 那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他的表述邏輯是比較 比較低階的 這裡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對了 利益揭露一下 我現在在scroll這家做DKEVM的T工作 這是我老闆同影片 又想要是Credit 這樣子 那你看我們左邊是所謂比較高階的語言 對不對 你要把左邊這樣高階語言 這很好懂啊 s乘sns s三字方 然後s加y加5 可是你要把它變成右邊這樣子的R1 Rank 1 Constraint System 你要把它變成右邊這樣的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脫褲子放閉錶對不對 可是你要把它變成電路描述 這個電路值的意義不是實際上的實體電路 而是 它的表述形式必須要像電路那樣子的很低階 很像邏輯扎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我講 我們就要GATE 你看 x乘x先8萬 然後8萬乘x 這樣才是x三字方 然後y 然後y加x乘1 然後y加 你看這樣這樣一步一步下去 它其實不是一個很友善的東西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在application level 把這些東西全部叫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程式 我要為每個程式的每一個contract 都這樣去寫的話 那還得了 而且有個問題就是 它很容易寫錯 那今天是區塊類嘛 你寫錯就 沒有人幫你baby seat啊 你沒有買保險 然後一寫錯你東西就沒了嘛對不對 就算你有去找很多外在的審計機構 你還是沒有辦法避免掉 很難避免掉這件事情 它其實不是一個最理想的做法 那現在又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出來 就是我們一直在提的 為什麼大部分我們不用知道TCIP 什麼溝通的 我們不知道我們基礎先是什麼運作 我們還可以輕鬆寫一些web app 答案就是抽象話 換句話說 我們剛剛都提的就是在application level 對每一個contract 每一個contract寫限制電路 然後去用零知識證明 用計算完成證明證明 證明它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要在這一層做呢 我們在更下面一層 我們對EVM的執行邏輯 直接做限制電路 然後讓它可以 對因為對EVM而言 今天你上面未出去的 未進去的contract 它會被compiler變成一個 一串拜扣嘛對不對 那對下面EVM 什麼拜扣都沒有差 所以變成了你不用去證明 合約 你不用對application specific 對它每一個去寫限制電路 然後不用一直趕 你直接對EVM的執行邏輯 它的upcode 它的stack management 直接做一次管理 BAM 這樣子就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聽起來好像這樣很沒法 那個你阿嬤都知道 可是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你可能會問喔 為什麼在這段時間 之前你聽到幾乎都是單功能 那些合約層級的DKS做運用 像什麼 不太有舉例 像是有個叫tornado cache 一個混閉器 表面上來講我們會說 它是那個保護隱私用的 實際上就是拿來洗錢用的大部分 對 那混閉器 那個就是在application level 去做的一個 做的一個 零知識證明的一個好應用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聽到 比較大規模的呢 答案很簡單 因為它很難 相關的技術 相關的技術實作 之前還沒有完全到位 好 你看我都沒有不放字對不對 那你放很多字大家就不想看 那為什麼 因為這邊就是最學術最難的部分 正是因為從2016年 大家看這邊上面這個叫Snap 這個應該根本能夠有詞 SNRK3Z 因為從2016年某位叫Fros的大教授 他把這個東西弄了出來 然後右邊那個是Alivation 他現在很大 大部分很大 然後一直到下面 SNORC 2011幾年 偷看一下筆記 2019年 Snap 有個叫Arial Gabiton 他弄個叫NORC 就是一個叫Plotter的東西 你看從2019到2019已經過了三年了對不對 可是過了三年這還不是全部 因為我們Protocol出來 Protocol大家都知道 你論上的我跟你handshake 然後我這裡有什麼合情 那都是Protocol 你沒有把它用程式理論 把它implement出來 他都沒有用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還有這些 implementation有很大量的關鍵字 然後這邊是針對上面這個說最佳化 因為今天如果只是對於本ProPro的話 他不是為了去開核設計的 你要讓他符合一些區塊鏈的問題 像是大家最常聽到的 這個已經都在編成無敵角色的時候 就是KCard256 在零知識證明電路裡面的彈寫 就是大家看一下記得嗎 這一個右邊這個東西 如果要零知識證明 常見的常見的DoubleCore 零知識證明電路寫出來的話 他會非常的耗GAS 就可能極寶恩極寶恩那一種 完全就是天文數字 我們叫他做DK Unfriendly Primitive 就是對DK 在DK執行底下不勇善的密碼學原語 那 你看還有這邊 那關照可以記者回去會有很多 中文的中國的台灣的 有些教材可以講 那我們在最後如果可以講一下 台灣以探訪社群會有一個 針對 我要指的是這一關 針對這邊的一些Walkshark大部分 都是免費的都可以參加 然後還有獎金可以拿 這邊一趟DK直接來了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同分其中去 學會怎麼去拼凝職證明電路 所以我們就是引力改善 因為我們都不希望 等一下大家要買到顯卡了吧 對不對 那顯卡價格狂跌啊 對不對 就跟幾大幣一樣啊 雖然DH20還沒上啊 好總之大家有顯卡 不要再怪我們做GAS OK 總之就是人類的進步 就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 這邊大概只有 講100%應該不會太過分 這邊應該只有一百分之一的東西 光是上面這些就有 五十幾種變體了 而且不把那些頂會頂看發出來的文章 總之就是為什麼 好回答一下我們離題了 回答剛才的問題 為什麼之前我們一直聽DK DK-Rohab指紋樓梯想不見的音 就是因為從理論到實作到最佳化 要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才從2016一路到現在 六年了大家終於有辦法讓以太坊變快了 這樣子 好那剛剛那些東西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 學術發表 implementation 最佳化 甚至是硬體的電路邏輯設計 全部都是point source 沒有proprietary code 我給大家掌聲 好不好 你想想看現在在區塊上 有很多自稱自己是開源 可是其實不太開源的東西 他要嘛是就給你一個 跟你說我合約地址在這裡 然後跟你說那個叫開源 我只看到你bicode 安安 愛玄司馬呢 要嘛就是跟你說 我是去中心化的 然後你全部都是API連他的 架在AWS還不知道哪裡的 server 這叫開源嗎 看你嗎 不是 看你摸圓 那其實不對的為什麼 因為他會阻礙我們的進步 阻礙我們學術間的交流 如果這些人沒有像我們一樣 擁抱開發文化 開放社群 互相交流靈魂的話 我們在2022 可能下面這些東西都沒有 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所以open source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做區塊鏈的 有時候你會為了自己的護城河 而不得不避人一部分 或者是會bic罵 可是請記得你的初衷這樣子 好我們回到DKEBM本身 這裡好像有些 我還有多久不好意思 6分鐘 6分鐘 好那這裡其實看起來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東西 這是DKEBM本身 我們剛剛說了我們要寫 constrained circuit 去這個詞叫約束 去約束他的電路行為對不對 約束簡單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說 我對每一步去做 我剛剛提到的F of X等於Y這樣子的證明 只要第一步有做 第二步有做第三步有做 那全部的證明你把 aggregate 把它聚合起來 我們叫聚合證明 把它聚合起來 那就能代表 那就能知道每一步都是對的 這樣的感覺 可是 我剛剛前面有提的嘛對不對 你在EVM裡面做這些upcode 到底很簡單 為什麼大家沒能做呢 就是因為很難而且要花時間弄 一直到今天其實 我剛剛講的現在很簡單 可是其實都還是這樣 像這邊我們有看到 有個lookup table 我剛剛不是有說有一些內容在DK 不好意思 有一些密碼學原語 有一些precompile在DK電路裡面 其實是不太好寫 而且非常overhead很高不划算的嗎 那就有人一樣是Aerogabit 弄了一叫plookup的東西 他就變成是說你看 像是我們做bitwise做h 假如我們要做一個8個byte的東西的bitwise 那我們是可以重舉 把所有結果都重舉在一張表裡面 那麼今天你要做那個constraint programming的時候 你就只要知道 把每一個 第一個sale 第二個sale 第三個sale 第二個sale 這樣子去給他做對比 然後證明每一步你的input是哪一個 output是哪一個 這樣子出來 他就可以是 不好意思傳效 他就這個東西實在是有點多 主要是希望大家都能夠高階的聽懂 而不是弄數學這樣子 那這樣是透過enumeration 就可以想辦法去證明他的 他的每一步我確實在計算的時候都有做到 可是相對他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不能窮舉的部分 那不能窮舉的部分要怎麼辦呢? 他就變成了一個 低生蛋半生機的一個概念 像Share Street 你看看他就比較不好弄對不對? 這個table本身弄出來的table 他可能就不是一個窮舉的table 他可能就是一個 我們針對每一個不同的 我們要把他洗腳 我們針對每一個不同的情境去維護一張table 那那個table可能就是在 這種轉帳裡面會出現的東西這樣 那這個table 誰來對我們第三個正常的問題 誰來維護這個table 為什麼要想想好這個 所以我們要另外再弄個sale 來維護這個table 那這個circuit還有跟其他的table 其他的正在轉移的circuit 然後驗前大概的circuit 然後管理 管理RAM的circuit 跟這些東西去做橫向的溝通 才有辦法確認你產出來的table 是 就每一步都ok 產出來的table是那個臨資證明產生是ok的 才能被EVM circuit 給驗證給弄回去 然後這些東西的源頭就是你的gas Gas client 現在大家最常用的 Gas會出出來 我們至少以Squirrel 跟以太長經濟會的實作而言 他就直接用gas的 傳承出來的execution trace 然後把他 就每個弄的轉帳轉帳 轉帳那些東西 然後把他位進EVM circuit裡面 然後變成 用這樣的電路想辦法去證明他 然後把他傳給一個 就大家可能有聽過 傳給一個 用roller證明了之後 傳給一個sequencer 然後sequencer再慢慢 把他弄上L1這樣子 那如各位所知 現在這樣其實還是會有所謂的MGV 或是所謂的censorship 所謂的媒體檢驗老大哥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架構其實是有預留空間 去讓大家 如果產生證明的人 可以用一種公平的 而且是輪流的方式去選出來的話 那其實他就 我們可以想辦法減少MGV 或是想辦法減少censorship的問題 不過這個部分稍微扯留有點遠 我們這裡就還是回來 立刻一遍這個部分 先不要講有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東西 我盛藏門走 糟糕 那為什麼讓ZKEVM不要用那個 不要用 我們可能有聽過一些 像stockware 或者是一些ZK Sync 他們其實不會叫自己 ZK Sync 現在會叫自己ZKEVM 可是有很多不會叫自己ZKEVM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這個在2020年 好像9月左右的一個東西 他就是GAS的client裡面有共識問題 造成整個Etype hard fork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記得 那個bug其實在7月的時候 就被這個韓國的研究者發現了 他就發情去找出來的 那個最後確認結果 不是Ethereum的EVM的spec有問題 而是他的implementation有問題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們如果在 今天我們如果在implementation上面 想辦法試著接近 接近GAS client的行為 接近Ethereum virtual machine的行為的話 那是不是他會有這些unintended unintended behavior的機率就會選少 我們就更能夠體會到去用到 Ethereum L1帶給我們的好處 就是他保金蓬霜他堅持可靠 可是這樣子我們都不能只講 BKEVM的好話 BKEVM的壞處對不對 壞處就是他的overhead很多 他要產生那些電路的話 很多的RAM 那很不好最佳化 那所以在我剛剛提到那些 最佳化方案還沒有成熟之前 就看他左邊右邊 從左邊過來 越左邊的是代表他越不像是 直接對upcode對minecode 做限制電路的東西 越右邊是越接近的 可是相對於越左邊的 他的效率就越好 那效率就越好 他帶來的tradeoff是什麼呢 reitable payroll 這個東西我們訂的好像 明天階有一場 現在可以聽小夥伴想一下 他最大的問題又是 這個裡面有點像MZ 他不能夠用避回 他不能夠用回圈 他只能寫避回 而且你要直接跟register打交道 對我有問過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說這樣做對於他們的證明系統上 最有效率 所以一切都是為了效率而生 可是他為了效率而生 為我們開發的就很苦 我們Pol要一直改 然後就很難寫很高度 所以你看會有一些比較像NLB 當作手馬 科技有兩個NLB 像這個就是有自由的語言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們在這個官譜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不能只說ZKEVN的好話 他比較像是一個 我如果要效率 那我就要自己把拖欠 把Compiler 把Transpiler 把那個ID 全部自幹過一遍 那就有效率 可是相對可能就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靠近右邊的可能就是overhead很多 那這個就要靠那些 以太陽經濟會的工程師跟Squirrel 跟Polygon Hermes的工程師來處理他 想辦法讓他效率變好 大家才會用這樣 現在看起來效率是不錯啦 那 我想我時間時間很快到了 那這個東西大家看得出來 這是Rust對不對 這其中一個叫Hello2的實現 這Rust的Polygon 他Lookout 這個東西或是把他啟動會好嗎 像是他有BeatWise 他要寫130幾行 40幾行 才能夠去寫一個BeatWise 達成我剛剛所說的 F-OF 感稱F-OF 然後確定證明他要把每一步都算完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這樣子 那我在這邊就直接下結論好了 我們把ZKEVN的歷史設計哲學現狀 我講實作的高階幹人都大致上看過了一遍 將近大家就算覺得我後面提到那些細節 講的有點幹 而且很複雜 至少大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使用者的話 如果你不太在意SERVNL1安全帶來的安全保障 你就去其他鏈嘛 在跨鏈就好了嘛 不過跨鏈很危險 你可以選篩券嘛 像是Polygon的東西 那就變成你要相信Polygon 相信Polygon後面的VC很有錢 他會在出事的時候賠錢給你 對這是事實 雖然我們不願意承認 Inconvenient Truth 如果你有一點點在意的話 你可以選成加上Optimism 或是Optitron這樣子的Optimacy Roll Up 他的保障就不是密碼學帶給你的保障 而是經濟學帶給你的保障 聽起來很好笑 大家不要笑 如果他的轉帳 他的出塊有問題 你有七天可以跟他Argue 對七天過了就不能退貨了 這真的很好笑 但是我們上一個講題剛好是NEV對不對 這個經濟模型被一直都被證明有效 因為大家總是會獨立 而且那個不是幾百塊幾百塊 那個是 剛剛是講多少多少美啊 幾億美天文數字對不對 幾十億美幾個Billion 所以這其實是ok的 如果你有0在意的話 就是Optimacy Roll Up 但如果你很龜毛 或者是想提前知道 Ethernal L2 ZK Roll Up ZKEVN長什麼樣子 D13 的話 那你就可以自己先去試用一下 今天提到的 左邊到右邊這些ZKEVN 或者這些ZKEVN 你可以快別人一步 說不清楚你還有機會 三個空頭有沒有這樣子 空頭大賺錢有什麼不好對不對 雖然像熊市啊 應該不會有 那剛剛講的是使用者嗎對不對 身為獨立開發者而言 如果你有聽的話 不要聽我在那邊廢話 聽的話跟 team member 討論 你要用什麼TechStack就好了 不要聽我講 如果你是獨立開發者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Dapps 你想要移到他 把他移到哪一個 鏈上 L2上面 他會對你比較友善 他現有的使用者比較多 你的app momentum會起來 有人用 有人用拆有機會找投資 然後自己拆有機會大賺錢 經濟自由 拆有機會才會買房子 不要買房子 應該買不起 對 那 那在這 或者你可以不用選那些 比較好部署 你可以選右邊那些比較難部署的 因為他們可能現在測試網 什麼這些都還沒上 你可以看一下 以太坊終極的未來 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就會 就可能到最後也可能加入 相關的 team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雖然說 ZK EVM那樣子的東西 他看起來是比較 很難寫 其實是電路部分 但是你要組成一個網路 一定不會一直有人寫電路 一定有人要處理 要處理像是VM architecture的部分 有人要處理網路溝通的部分 RPC WebSocket 點點點點 或者是GPU Prover 有沒有會QDA 有沒有會Valkan的 大家其實都有一席之地 可以在裡面做起來這樣子 那 總之就是如果要下結語的話 就是我們要記得開放精神 我們要希望以太陽的未來 能夠變得更好 要記住這些 效能力 這些時間線 都是因為有著大家的 分享 討論精神才能夠做到 希望環境不要再割裂 這些Metalus 這些軌道 躲起來又要趕快下屋 然後讓大家 那區塊 真正能夠有用 而不是只是賺錢 希望在網路前提升之後 這些願景能夠一一的被實現 那一切就從ZKEZ開始 謝謝各位 我是Jerry 最後 王立獎 那 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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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找不到其他中文的演講 你去掃一下之後對不對 上面會有一些在 不想要的可以不要用 在哔哩哔哩上面的演講 以上就是我 把我剛才30分鐘的東西變成兩 不是我講的 我老闆講的 變成兩個半小時的版本 但是我保證他好懂 你要找ZKEVN 相關中文材料 所以其實找不太到 所以這邊各位去找 我剛剛講到的台北以太坊辦的 嗨 台北以太坊 台北以太坊辦的workshop 也是在這個link裡面 他是免費的 還有獎金可以拿 大概會在8月9月左右 就開始第一次 大家可以抱對踴躍參加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